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您是否注意到,我们身边受忧郁症困扰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多, 忧郁症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不得不要关心的议题。 《忧郁症重生之歌》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资商师爱德华·威尔切所写,中文版由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绝世乐者对自己的音乐下注脚,他们说,绝世乐弹来弹去不过就是十二个音符, 你每个音符都弹完后,只需要注意把最后一个乐音演奏好,那就对了。 面对忧郁症时,圣经这个人生乐谱所使用的音符远超过十二个, 圣经的广度和深度更是绝世乐无法与之匹敌的。 圣经的智慧层次反腐无比,有时候,圣经似乎让人招架不住, 每次想彻底了解圣经的某个真理时,会顿时失去头绪, 就连《玛丽有之小小羊》这么简单的曲调,突然间却成为无旋力的乐曲, 毫无章法可循而完全走掉。 当你遇到这种事,我敢打包票,这种事一定会发生, 只要继续演奏,把最后一个音符弹好就对了。 诗篇就是你的榜样,但我依靠你的慈爱。 参考诗篇十三篇五节 我还是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 你要等候耶和华,要刚强,要坚定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 诗篇二十七篇十三到十四节 恶人必多受苦楚 唯独依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当你战独真爱之人的来信 心情会多次起伏 在某段你认为自己看见温柔的话语 另一段听起来则很平常 其中,也可能对你抱以不满之情 然后,你读到最后一段话 终爱你的 许多人在信件末了会随信写上 爱你的 但上帝写给你的这封信的结语是 我爱你 一点也错不了 虽然你不了解这人如何爱你 为何爱你 但很显然的 你是他所爱之人 这一天 接下来的时光 都因为你 记起这个结语而有所改变 别人注意到你的脚步轻盈雀跃 有这前些天所未见的一丝朝气 当你感到失落彷徨时 记住这个结语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替你受死 就是我爱你的空谷回音 因为耶稣的爱 凭借的是他自己而非你 所以在你感到信心全失的日子里 也不必担心自己 也不必担心自己会不为他所爱 事实上 在那样的时刻 耶稣的爱 弥足惊奇珍贵 因为你会记起 这种奢求不来的爱 我们不配拥有 也无法靠几利得来 开启重生之路 你心里一定有许多话想说 但是让耶稣来为你说出他的临别赠言 简而言之 就是恩典一词 在这个词里 上帝让我们走出自我 把注意力转向他 就是甚至在我们无法理解他的赦罪之恩时 就以饶恕之爱 对我们恩责备佳的那位 难怪使徒保罗几乎每封信都已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作为起头 加拉太书一章三节 也很高兴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在你与变化多端的忧郁症的缠斗奋战中 相信主的恩典 必常与你同在 谢谢收听基督使者协会新媒体施工福音资源 以上是忧郁症重生之歌 本书由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欢迎打电话800-624-3504订购 请搜索使者杂志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免费资源 请搜索基督使者协会 关注我们的YouTube和Facebook账号 欢迎大家转载并注明出处 本书文字版权归基督使者协会所有 语音书版权 由基督使者协会 与Flint Vision共同所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